swag 歡迎收看東章西望 牛aten女車神李慧斯 前天錯失了凱琳賽的沖排機會 而昨天的真鮮賽都迂迴曲折 是的,李慧斯就在女子200米增鲜赛的资格赛 以第九名出线,之后首圈就兴取对方 不过之后他就不敌英国的车手 但幸好最后在这个复活赛里面都能够出线 顺利保持着这个争牌的希望 今天下午李慧斯就八强成功出线 会继续明早的四强冲牌 我们继续为他加油,集气 剑神张家朗智隆拿了奥运金牌之后 可以说是人气级性 不止吸引很多少女的粉丝 其实包括我在内也是她的粉丝 对,我前两天就看了她的直播 她的队友就爆了原来嘉朗是单身的 不过她的理想队长起码要一米七 和要孝顺父母,性格好 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想一群女粉丝一定很开心 至于以下来这位巨星出场 一样有很多粉丝支持她 接不接班人呢,我就看她自己的状态 我又不敢说,我是接班人 但她绝对在这部戏上是很出色的表现 令到宇宙最强,开口赞好 真是不容易 因子丹和亭峰合作的新片 有不少动作场面 丹爺出名好打 而亭峰就以拼命见称 两位再度合作,密切更升从前 觉得她现在的功夫 距离是否跟你拉近了 她一定会的,我越来越老 她还是当打 我这样跌,她会这样升 是,你们不只功夫的距离拉近了 其实你们的友情也拉近了 对吗? 其实我一直跟亭峰都很友善 这么多年 你们有些共同的兴趣就是音乐 我其实想问,你片场会谈音乐多些 还是会谈这个功夫? 什么都谈的 她是专业音乐人,我不是专业音乐人 我有兴趣而已 我们什么都谈的 她说小时就喜欢看你 那不奇怪,这么小 她说很欣赏你,知道吗? 你其实也在影响她 喜欢做动作片,你知道吗? 她有没有跟你分享过这些 她没有这么仔细地跟她说 但是也不奇怪 我拍了我的年纪这么大 拍了很多电影 你常说你的年纪这么大 你还是很可以的 你又弹钢琴很友情 她玩吉他很rock 你怎么能夾起来的呢? 其实钢琴也可以很rock rock? 可以很rock 你会就他rock 还是他就你友情? 也不是 她是专业人 我不可以跟她相提并论 我也不是专业 我只是玩玩而已 丹爷大赞亭峰有勇有谋 不过有时就拼命果狼 他学习快 而且他领悟力强 有时你不只是身体上的能力 那个思维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一个思维 你没有一个视野的话 就算技术上你达到某个程度 你不可以再去提升 所以那个视野和思维是那个关键 亭峰是他有想求的 他是聪明的 你觉得你拼的程度和他拼的程度 谁比较疯了? 他比较疯了 他比较疯了? 他比较疯了吗? 为什么你说他比较疯了? 多年前我们第一次合作就是拍《龙虎门》 他有时说 丹哥 我怎么从这里飞下来撞这个场 我说其实不用了 你又不是想做成文大哥 对不对? 你又不是想去由三楼跳下去 二楼、二楼跳下去 这不是你想走的路 我自己的理论 我不觉得越危险越好 其实最重要是在电影的效果 做到给观众觉得危险 你很危险而拍出来 也不是很危险 但是你经常有人进入医院 我觉得不是我追往的电影 拍动作片这么多年 我第一时间就是 希望大家都不要受伤 这是一个大前提 因为始终都是电影 你不是说大家去比较 谁伤得多、谁断脚就聪明 不是这样的 谁不断脚,那部戏才聪明 这里一档 那里一档 有观众投诉 说东头村对出的行人路 长年累月都有人在摆地摊卖东西 仿视一个跳组市场 街坊说地摊卖了半条行人路 阻街之余 还可能带来卫生问题 我们宁愿走这边不走那边 在附近街坊 其实觉得好不好 还是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不卫生 其实不好 因为他们的东西都很骯髒 就是别人用过 他就收拾回来 曬着他就照卖 真的挺骯髒的 影响市容很大 但是收拾单位是完全不管 现在都看着 你拍摄回头也没人来 行人路两旁货满杂物 就连清洁工人想除草 都要走出马路边 被车轮擦身而过 走近一点看看 毛公仔、旧电器、旧衣物 沙煲银餐,什么都有 似乎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回收回来 希望赚一个几毫 十元八块 从哪里拿回来的 从哪里拿回来的 什么?这个有时有瓶 有时有汁 我想问这些衣服 如果今天早上下这么大雨 就很容易湿了 是 但是又放出来卖 会不会洗一下才拿出来卖 不是 目测所见,短短一段行人路 至少有七、八档 档珠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有街坊说最初没那么多人放 今年才越来越多 放得最久的就是这位婆婆 只见她头绑毛巾 双手做过不停 来来回回去打点她 放在街上的货物 我们上前跟她聊天 知道她叫容姨 原来在这里放了十几年 能否找到吃呢? 其实说真的 多数元 多数元 一元也有 一元也有 没有也不奇 甚至好就要一二百元 好… 就这样拍她 她从早上摆到晚 就算晚上收档 货物都会留在街上 自己就天热、天冷 打风、下雨 都在附近睡 很可憐 爆风有点 但是来到地无可避 生命是很危险的 可以 但是没办法 你没办法就走吧 但是现在我差不多在这里 没办法离开 我甚至去厕所也很紧张 这些东西方面 就这样日晒雨淋 有时街坊会嫌弃吗 当然了 不然她对我强暴 很多东西都烧了很多次 有些公民针对 但是她也没有离开 因为另一方面 又有一些街坊同情她 也很惨 你年纪多大 你说我年纪多大 我可能也会摆地摊 人家摆在这里 买东西都不行 但她这样摆在这里 又日晒雨淋 害怕骚髒吗 如果你说骚髒 你当然是公司 最漂亮的东西 缝纸干净 但是那些价钱跟这些价钱 相差很远 很多人成名 我没有舍得在这里 我舍在这里是家乡 赢得同情 有人送东西给她买 送粥给她吃 她持有难以言喻的景况 但我们多番追问 她也是赤字不提 住哪里呢 我… 我也不可以跟你说哪里 容許我问她吧 家人呢?家人在哪里 是 自己顾自己 每个都顾自己 现在年轻的人都在 人家七、八个儿子 她都一天要蹲下 她在这里摆档 是赖以为生 还是作为心灵寄托 我们不知道 背后有什么故事 她也不肯透露半点 只知道长期霸佔公众地方 在这里摆地摊 和放置私人物品 于法于理都是不合 但法理和人情之间 如何平衡呢? 疫情友好转 一年三天的公展会购物节 在昨天也正式开罗 有九成的摊位都可以用电子支付 即是大家可以用消费券尽情购买 商户都推出了很多优惠去吸客 而超过九成的客户都在用电子支付 正常有当主说 整篷长的货都被客人掃了 看来大家拿了消费券之后 都很支持香港的经济 2021香港小姐竞选进行得如火如荼 较早前28位候选佳丽 就来到大会指定美容签体中心的旗舰店 学习如何利用先进科技 将变靓变得更简单 一班佳丽可以近距来看看美容师 如何利用仪器做到护肤补水 减知素型的功效 针对着他们的问题 美容师都一一提供专业的意见 佳丽们都表示学到很多东西 之后佳丽们更有机会会见传媒 和大家分享个人美容心得 当中姜家林、梁海晴、马家晞 和余荣彤 凭着出色的口才回答 得到当日的活动大奖 想要漂亮的皮肤 其实我们每天都要做补补平均 也要配合不同的非常 最重要的是补补 最重要的是自信 作为香港小姐 肯定有味道与小为并准 同时每位佳丽都可以得到价值 39800元的专业療程 和护肤礼品 帮他们在繁忙的参赛过程中 仍然保持完美的肌肤质素和体态 希望我们很快见到佳丽们 以更加的状态示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